26岁来自江苏销售 有请王先生 女嘉宾李女士 28岁来自江苏销售 来 有请李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我老公吧 就是平常他异性朋友特别多 然后总是跟一些女生啊男生啊 然后三更半夜喝酒 很多很多这样异性的朋友 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哦 异性院很好啊 对 工作需要有的是 您的工作是 因为我们是做那个活动策划的嘛 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的那些策划师 或者说营销的一些女孩子 当然呢我们也会去认识更多的 其他公司的一些 可能也是做这一方面的 那我得跟他们去打交道 哦 其实对你来说 你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需要 对对对 但是对您来说 这属于生活困惑了 是吧 那肯定啊 就是我觉得正常的工作需要 就结交朋友啊 这也很正常 但是没必要 就是一个礼拜出去两三套 甚至三四套 就在外面喝酒 喝到三更半夜 然后还把人家女孩子带到家里来 就是给我妈都知道了 有一次我妈到我家来嘛 因为我们是单住的 我妈偶尔会过来帮我带孩子 然后她就把人家女孩子带到家里去了 然后我妈就说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的啊 你人家女孩子都带到家里来了 你都不关心这些事情的 不是我 我都跟她说了呀 吵也吵了 没有用啊 我说她工作需要 整天就跟我说工作需要 就是那天呢 我有一个活动要做 有一个活动要做 然后呢 当时呢 是需要带两个大学生的助理 一起去活动现场 就是配合我 一起把那个活动给完成了 然后当时呢 有一个大学生是自己已经坐车过去了 然后另一个呢 他因为可能学校比较远 然后我说 那我这边我来接一下你吧 然后我就去接他来 当时正好有东西落在家里了 然后我就心想 要不我回家拿一趟吧 正好也经过 然后我就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我心想 那总不能把女孩子一个人扔在那个车上 然后毕竟我停在地下车库 就也怕她就是害怕啥的 然后我就把她一起带回家 然后拿完东西我就走上了 这是你的解释是吧 对对 你们家这个事多吗 经常出这种事吗 很多这样的事情 像这个事情是给我妈发现的 然后还有我同事知道的 就是她毫不避讳你知道吗 她就是到我们工作的酒店 她也去带着一帮女孩子 男孩子到人家 就到我们酒店去喝酒 然后喝到晚上 因为酒店一般到90点就关门了 就要下班 然后她就在那个酒店里 一直喝一直喝 喝到人家同事 包括服务员都跟我说 你老公昨天喝酒喝到很晚 我们都要下班回家了 她还在那喝 又不好意思去催她 人家同事都跟我讲 就说一大帮女的 还有男的 很乱很乱的 这种生活 人家同事都跟我讲到脸上来了 人家都说的 你当心点啊 人家这么多女孩子 现在女孩子心也都不单纯 你知道你妻子介意这件事吗 我知道 但我觉得 这很正常啊 一点又不适合我有什么 可以隐瞒着她 我所有的电话 我都在她面前接 包括我认识的每一个女孩子 我都会告诉她 我今天这个 她会有的时候会偶尔会问我一下 她就算不问我 我基本上我出去吃个饭 我都会说 老婆我今天要跟谁出去吃饭啊 我都会讲 然后我说 要不行的话 我说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说现场女孩子也挺多的 我说你要不跟我一起走吧 然后她说 哎呀 我很忙啊 那我不愿意啊 傻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心里自己又没鬼 我为什么就是不能够 就是因为我本身 一个是工作需要 一个可能就是 从小的时候 就是相对来说 可能跟女孩子 接触的更多一点 所以其实你也并不介意她的感受 是吧 也不能说完全不介意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正常 没有啊 你有一次就是 什么电话都知道了 有一次人家给你打电话 是我怀孕的时候 我去我娘家了 然后我回来以后 然后她在桌上 我们大家一起在吃饭嘛 就还有她爸妈 她就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哦 我在有事 我在忙 我先挂了 然后我就觉得 当时觉得她那个表情也很不自然 然后话筒传出来的声音 也是女孩子的声音 当时我没有说什么 然后等到吃完饭以后 然后我说我们出去散个步吧 我说刚刚谁给你打的电话 她说网络电话 然后我说网络电话吗 我说我打过去试一下啊 然后我就打过去 然后她那个电话里说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 怎么刚刚打过来的是有人接的 现在就拨过去 就是网络电话 然后我就问她 她当时就发脾气了 她说你不相信你可以查呀 后来我就去查了 我一查吓了一跳 那个有个电话 你知道吗 每天大概有十几个通话 然后每个通话都在四十几分钟 甚至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把那个号码拿出来对了一下 跟我刚刚拨出去的电话 就最后一位数是相差了一个 比如说是八 她把最后一个数字改掉了 改成九 打过去就是空号 哎呀 这是一个叠干句 都聪明 这个我来澄清一下 我想说一下 其实这个事情呢 也是在我们很 就是几年前发生的一个事情 一直在她心里可能是个梗 然后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我那个时候也年轻 也不懂事 然后她呢 就是怀孕了以后呢 她回她老家了 然后我这个人呢 是就是不喜欢那种一个人的生活 然后当时我老给她打电话 她不是就是这边有事 就那边她要去那个小伙伴家打牌去了 要不然就这边还在跟人聊天 听明白了 你就说我很寂寞 对对 她就没时间跟我闹 对 然后那我 对吧 那个时候又流行微信的那个摇一摇 然后我就咔咔咔给摇 摇到呢 正好摇到一个女孩子 然后那女孩子呢 就是我那个时候号码还留在了 就是那个微信的那个上面 然后她就突然之间就莫名其妙 然后我打了个电话 然后打了个电话以后呢 然后我就给接了 接完以后呢就停不下来了 对 就聊呗 对 那那个 对啊 那为什么要改那个号码呢 然后 你不是说我很坦诚 我很坦荡吗 对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不像现在那么 那个时候还知道遮掩一下 现在连遮掩都不需要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是你改的号码 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确实改了 我怕就是 他那个时候会多想 也就是说在很早以前 其实你就发现你先生是这样了 是吧 对 所以因此到现在 一直处在一个 慌慌的状态里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你老觉得先生可能会出事 是吧 对 但是是不是 查了查发现还好 也没出什么大事 或者说也没查到什么 对 最关键就是没有证据 行 你抓住证据之后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我们没其他的意思 就是我们假设你抓住了证据 您打算做些什么呢 比如说因为有了证据 所以我跟他离婚 或者因为有了证据 我希望他且行且珍重 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你要这个证据要干嘛 如果我抓到证据的话 我肯定是要选择离婚的 我肯定不会再在一起了 行 这个这部分我们听到了 就是跟异性交往过密 这个你承认吗 承认 我要问第二个大问题了 对孩子怎么样 对家庭怎么样 就是这部分的这个责任 他担当了怎么样 作为一个老婆 这样说吧 就是小孩子早上 是我送的去上学的 然后呢 因为我到家要六点钟 然后孩子是四点钟放学 他工作很自由吧 所以小孩放学就是他接的 然后但是呢 他就是把小孩 就是接完了就放在客厅的 他然后在房间里 不知道干嘛 然后就是要么 就是给人家语音聊天了 要么就是跟人家 一起打王者荣耀了 然后反正就是 我下班回来 我就是看到他一个人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然后小孩子渴了 比如说想喝水啊什么 他就说你自己去弄学 你烦不烦 就是对小孩子很没有耐心的 啊 承认吧 也不能完全承认 但是也确实会有一点 这是对孩子 对这个家呢 对家庭嘛 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也不怎么管 他就是反正他知道 每个月那个房贷 他要还的 就三千块钱 他要还的 然后平常比如说 我这个人呢 也不会去问老公伸手要钱 人家都跟我说的 说你把你老公经济管 好了 你不要去 让他在外面 就是下喝酒啊 下用钱啊 你把他经济抓好了 但是呢 我不会去问他要钱的 随便他 就是他 我赚 我自己觉得我能赚到钱 我就自己花 我不想去花他的任何一分钱 所以我也没有开口 去问他要过钱 他也从来不会主动给我 其他的家用谁出啊 也是先生出 还是你们俩一人一半 就是我和我小孩的费用 都是我自己来的 哦 等于先生管的是房贷 和他自己的开销 对 你管你跟孩子的 对对对 比如说家里有时候 因为那个什么水电费 跟那个煤气费 是绑着他的支付宝的 所以他就是每个月 他会付的 哦 对 就是家里的基础的开销 是先生负责的 是吧 对对 其他的开销你负责 我想问一下这个 先生家里面 会不会给你们一些贴补啊 对 他爸妈会给 因为小孩子的学费和 那个保险 是他爸妈在付的 摔手掌柜 我这么听下来 是这意思吗 对 他没有责任心的 他 他就是 觉得自己还是个单身 就是 没有家庭 没有孩子 感觉自己 也不能这么说吧 我觉得 因为你看 小孩子有的时候 生病的话 那也全部都是 由我一个人照顾 基本上因为 他要上班嘛 没时间 然后我就会把孩子 就是所有的 就是比如说送医院也好啊 或者说照顾他吃饭啊 还有包括吃药 当然这个 我觉得也不是说 就是我要去辩解什么 就是说 其实孩子 我还是会顾的 在这个婚姻里面 心定过吗 你还是一直就这么悬着 害怕 一直这样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可能有些事情 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 但是它其实已经发生了 这个我觉得 你有点想多了 如果说 真的要发生什么的话 我基本上 我晚上 我从来不会夜不归宿 我就算喝到再晚的酒 我都是一定会跟朋友说 即使我真的回不了家了 那你记得 跟我老婆打个电话 让她过来 把我给带上楼 我肯定是要回家的 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 就是准则 肯定不在外面过夜 你介意她的感受吗 我觉得其实真的 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 她真没必要这么想 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不太介意 她的感受 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 真的挺挺正常的 对 在你这儿是正常的 对对对 但是你会很担心 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 就是如果真的像她说的 工作需求的话 那我宁可她换了这份工作 我觉得我每天就很担心她 我觉得我自己上班 带孩子已经很累了 然后我半夜还要担心 她回不回家 能不能回家 有没有倒在路上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我自己觉得很累 受不了 妻子今天来是 希望改变现状的 对吧 对 所以咱们让老师们 帮你们分析分析 应该怎么做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来 莎娜老师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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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他的潜台词是在说 请你给我留点面子 在我的家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或者说你做得再高级一点 别让我如此的无敌似耳 男生一直说我心里是没鬼的 他料定你没有一颗敢于捉鬼的心 你是属于那种 明明知道门里面有鬼 你也不敢打开门的那种女人 你敢吗 我时常在描述说 这扇门的外面和里面 彼此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外面的人不敢打开那扇门 因为他害怕这门一打开 可能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他害怕 他想开又不敢开 而里面他也是两种感觉 第一他害怕见光 第二他又不怕见光 他在比 他在比什么 比谁的容忍度够呢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俩之间 就在这扇门的博弈 但是他其实已经赤裸裸地说出了 他很享受 爱门的感觉 对吧 你是不是很享受 暧昧的感觉 你说句实话 没关系 你很享受与女生交流的感觉 很享受那种似是而非 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感觉 对吧 就是不说透 但是心里又充满着某种荡量和可能性 对不对 他是享受的 证据不证据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 你认为你的底线在哪里 模糊底线其实是太容易了 因为人都有自欺欺人的本能 但是你要想清楚 所有的一切到目前为止 只是你自己骗自己而已 所以今天你来 你到底是何目的 你对婚姻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你一定要想清楚 不要以为离婚是很可惜的 如果不离婚 继续保持没有质量的婚姻 其实还不如 要求一个高质量的 单亲的家庭 反正现在也是你自己带孩子 反正现在你也是跟孩子自给自足吗 其实有他跟没他 有什么两样呢 反正他也在房间里 你跟孩子待在客厅里 反正他心里面住的是那些鬼 也从来没有你和孩子 你自己想想清楚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谢谢陀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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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希望你换一份工作 然后可以像别的人一样 照酒玩乐 可以 好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我们看了一段这个婚姻 其实你就可以给它下注解了 就这种婚姻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它都是腐败的 它都烂了嘛 这个婚姻是完全烂了 能不能好 其实在于他们 男生最后有个表态说 哎呀 我确实是错了 女生在这个时候才 非常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要求 到那一刻的时候 我觉得它才是一个 真实的一个反应 它是屈辱 它是难受的 所以它那个累才要下来 它提出了一个要求是 那你把工作换了 其实这不是一个 换工作的问题 是你自己到底对婚姻 有什么要求 和你的生活底线的问题 好了 让他们自己再问 来 说的 我们小话怎么也行 来 来 来 这边 小伙子啊 小姑娘啊 好了 谢谢 好好地去改变吧 来 谢谢两位 请回